科幻小说《苍穹浩泛》系列,设想在200年后,人类已经在月球和火星上建立了殖民地,并且开始和小行星带定据。 原来想要殖民小行星,但有很多令人幸福的理由,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采矿,地球上的贵金属大都埋藏于地下,但小行星的表面积存在大量贵金属,比如金河爬。 而且小行星也可以用作人类研究太空的科学前哨战,小行星带在火星和木星之间围绕太阳运转,有科学家认为它们是某颗行星的残骸。 小行星分布在整个太阳系,其中大部分类居小行星带,共分为石阵,它是颗金属制三种基本类型,它们有的大到直径数百米,而有的却小到只有一间小房那么大。 行星资源和深空工业等公司已经开始在小行星购业上投资,预计2025年能够开始采矿作业。 然而,在小行星上建立人类定居点,要比在小行星上采矿来的复杂多了。 开采小行星人类在寻找什么? 开采和挖掘小行星的想象中要难得多,定居点可以隐藏在小行星表面以下,以平地辐射。 然而,开采和挖掘小行星的想象中要难得多。 雷诺斯解释道,我们看到的很多小行星都是非常松散的碎石堆,它们没有任何内在的完整结构,它们不是巨大的历史,而更像是由自身重力结合在一起的一大团碎石堆。 缺乏物质的凝结,也意味着让小行星旋转的任何尝试,如在小行星内部形成的人造重力,都会以额外的作用力导致小行星拥有分解的风险。 因此,我们需要引入一些,增强小行星耐久性的机制。 迈克说,首先必须在不弄乱小行星本身结构完整性的前提下,将核心步伐挖空,然后再确保不会对胜率部分施加扩大压力的前提下,再去旋转这枚小行星。 到达小行星再返回地球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,如果遇到紧急情况,我们将不得不在小行星上解决。 接替物理学家,埃尔雷斯,为了防止小行星解体,建议搭建一个金属网,或笼子,将小行星放过起来。 这种做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不可及,因为小行星带上就有大量的金属小行星,可提供需要的材料。 小行星定期点面临的许多挑战与你意义中的月球基地类似。 除了重力不同之外,唯一的主要区别是距离,月球和国际空间站距离相对较近。 月球距离国际空间站最近的点只有225、623英里约36万1千公里,而且国际空间站就在地球大气层内。 但是,小行星的距离国际空间站大约1.6英里约2.56亿公里。 任何小行星定居点都必须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,并且能够自给自足,因为能得到来自地球的支持将非常有限。 埃尔雷斯说,到达小行星再返回地球可能需要这个月的时间,如果遇到紧急情况,我们将不得不在小行星上解决。 我们需要巨大的人力支持,因为这不是走出去哪一个星际密航复制器那么简单。 即使是向地球发送一个消息,也可能需要一个小时。 小行星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没有重力场。 长远看来,这对人类健康是非常有害的。 在小行星上定居的技术上似乎是可行的,但却面临重大的工程挑战。 但通过自动化系统和无人机,进行远程开采小行星和行星则比较大。 其中一个选择可以在火星上建立一个基地,用来协调小行星采矿系统。 迈克说,火星和月球在重力方面,人类都比较适宜一些,而且可使用这两个星际现有的地下隧道。 因此,辐射屏蔽效果也更好。 现在已经有6颗卫星可以用于通信。 并且,我们对火星和月球的环境,也已经进行了仔细的研究。 有一些小行星的太阳附近的拓远轨道上运行。 它们运行的轨道靠近地球和火星。 这些小行星可以挖空作为运输渠道。 同时,也保护宇航员免受浮射危害,并减少对燃料的需求。 埃尔维斯说,我们现在已经知道, 几年后的技术可以轻松地把十几个或更多的小行星推进入这些轨道。 在小行星身前定居电,比在火星上定居要困难得多。 还有人建议在火卫一,又称为福博斯上建造一个太空岛。 火卫一是火星的月亮,有人认为它曾经是一颗小行星。 这个太空岛可以作为将来在火星上定居的一个中转点。 虽然行星有重力和大气层的保护,是人类在太空界殖民基地的首选。 但我们也可以在小行星上很好的定居下来,虽然住起来不是很舒服。 赠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远远大于猎人切捕的挑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UZ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